这一支的外太空一直让外界相当的好奇 而美国的太空总署在今天的晚间 搭上了时下最夯的直播热潮 从禁地轨道上的国际太空站直播 这个太空站从1998年发射出去 现在已经在太空中运行了6550天 而从这个直播的影片当中 除了可以一窥太空站的设施运作之外 同时还可以俯瞰水蓝色的地铁球 只不过 由于这个太空站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头 并没有空气可以传播声音 因此网友只能静静地观赏太空美景 从太空俯瞰 水蓝色的地球隐隐透出光芒 美国太空总署NASA搭上直播热潮 透过脸书专页从国际太空站开直播 虽然全程没有声音 只能看到太空站绕着地球缓缓移动 但视角特殊一度吸引近6万人同时线上观看 为了冲刺选情 川普阵营开始在脸书推出晚间直播秀 替自己发声 还和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时段打对台 川普竞选总干事和重要幕僚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节目的模式和场景仿佛一般电视台的谈话性节目 转家认为川普在为选举过后进军媒体业预先铺路 但川普本人否认 伊拉克政府军和各国组成的盟军努力从ISIS手中夺回伊拉克第二大臣摩苏尔 激烈的战事也透过脸书直播 让各界同步得知最新进展 虽然引起争议 但也印证网络直播风潮持续发烧 记者忘信或消雅真综合报道